鳥慧 我們其實沒有預期到 牠對狗會這麼的害怕 然後牠那個害怕的程度是 牠連續有四堂課 都會抱著課堂上的老師哭 孩子跟狗狗之間那種 從不熟悉不了解 有防備心 然後到他慢慢願意放開心防 狗狗坐腿上 阿倩不害怕 你可以看得出 他從本來的很害怕 轉變成看起來 比較有自信的樣子 因為跟心不全棋玩實在太好玩了 所以他們裡面會練習到口語 復健 各式各樣的運動 還有各式各樣認知上面的練習 後體來這裡 當當 很讚 看到我一來的時候 他就會對我撒嬌這樣子 所以你就會很開心嗎 很開心 以後想要夢想做什麼工作 草木梅老師 大家好 謝謝 謝謝 好漂亮 牠也欣賞 金黃色 好瘦 孩子比較勇敢敢表達 對 因為對狗狗的感覺 牠們是很直接的 喜歡孩子們 在跟狗狗相處的過程當中 其實自然而然的就去調整 跟人相處的那個奮計 加油 我們的孩子其實有些在口語上啊 不是這麼的靈活 讓狗狗做出相對應的指令 那些動作啊 牠們會比較勇敢的把那個口號說出來 在流浪狗之家出生的波堤 一個半月大時被幸福犬團隊任養抱回家 牠是那時候唯一一直在牠同胎的狗狗當中 裡面好像大概有六七隻狗 牠是唯一一直被留下來的 所以覺得希望有機會 可以給像這樣子的幼犬一個機會 從流浪狗變成心浮犬 熊啾啾的戚風 早已看不出昔日的膽角模樣 把牠帶你出來 雖然一開始是膽怯 緊張 夾一巴的情況這樣子 但是在出來跟牠互動 牠就慢慢地放開自己 Kill 坐 Kill 坐 Kill 坐 Kill 來 起發 Kill Kill 新浮犬團隊目前有11位成員 大部分的背景都會是 比如說心理 諮商 教育 社工 我們就是針對不同的族群會設計 符合這個族群的課程 譬如說有符合自閉症小朋友的課程 符合過動症小朋友的課程 符合身心障礙人士和飲法族的課程 我們會因應他們的需求 去設計課程的教案的內容 好 可以跟牠說 坐下 從小小孩到老小孩 心浮犬所到之處 歡笑聲不絕於耳 原來人與狗之間已經相互被療癒